昨天晚上的我们报道了南京市建议区城管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 万达广场门口在取缔那个万达广场附近的露天摊点的时候遭到了不法摊范 持刀围攻 今天我们从建议警方那了解到参与欧打城管的摊范 阎某和马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就在大家以为事情慢慢平复的时候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阎某突然发疯一般的冲向自己的烧烤摊 飞脚将一名正在执法的血管员踹倒在地 而现场的其他商贩和一群不明身份的青年男子 在阎某的一声令下之后 都拿起了尖刀铁棍和啤酒瓶 对执法的城管队员进行殴打 9月25日晚上11点20分左右 当兴隆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时 双方已经停止了冲突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就发现有大量的商贩聚集在这里 然后边上停了一辆城管的卡车 然后还有一些城管的就在距离这些商贩二三十米的地方聚集 民警当场将参与殴打城管的阎某和另一名商贩马某带回派出所了解情况 据了解事发当时参与维欧城管的其他人员应该是社会闲杂人员 面对民警维欧城管事件的发起人严某则表示 他之所以会去踹那名血管员 是因为城管在野蛮执法 但是通过观看城管提供的现场视频后 民警发现城管并没有野蛮执法 目前严某和马某已经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警方刑事拘留